这可能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惨的人 气离子散家破人亡都不够 浓缩了各种上个世纪的小人物悲剧 看得人泪流满面 这是张艺谋唯一一部背景的电影 格优凭借此片拿下嘎那影帝 巩俐再次封神 故事开始于上世纪年代 南方徐家川的青楼赌厅里彩灯高挂 生意兴隆 徐家少爷福贵挣完的进行 福贵书多赢少 但每次输钱他也不在乎 只是让记账先生将书的钱记在账本中 而一旁的龙二虽然是赢钱的主 却对福贵恭恭敬敬的 帮他添上茶水 让福贵备有面子 玩一宿后 福贵门口的滴滴打人早已等候多时 被人一路背着回到家 前脚刚进徐家大院 徐老爷子就破口大骂 但他全不当回事 一句没有老王八蛋怎么会有小王八蛋 对的他爹是哑口无言 福贵他爹年轻的时候 可是最强王者 还不算个家产万贯 那也得是富得流油不适 自己年轻的时候 赌钱输掉两房院子 福贵现在也是家教有成了 而他进了屋子家后 妻子家真挺着大肚子 哭得梨花带雨 他劝福贵赶紧把赌戒掉 两人安安稳稳地过好日子 一心想跟福贵过好日子 福贵却十分敷衍 这借赌啊 跟借大烟一样 咔嚓一下 你旗根断了 那就得出人命 咱得慢慢来 老婆将好赖话都说尽了 可是福贵依然我行人 暗示暗点来到赌桌前 一上来福贵手气就忘得很难 甚至赢钱的势头 让福贵产生 将之前自己老爹输掉的家产 赢回来的信心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正在一步步踏入 龙二给自己设计的陷阱当中 以前他看似对福贵毕恭毕敬 其实都是为了养大福贵的胃口后 在狠狠宰他一道 终于他在赌局里做了手脚 让福贵输了个干净 福贵少爷 您的账到头了 福贵一夜间将祖上留下来的产业 全部败光 家里唯一剩下的祖传老院都给输了 福贵少爷 您府上那院房 连半间都没给您剩下 福贵不由地呆住了 龙二间得逞后露出了嚣张的面目 福贵反应过来被骗了 他想要赢回来 没本就赌命 福贵本想闹腾一番 可面对白纸黑字的账本 再如何闹腾也是无力回天 他失魂落魄地走出赌场 家珍却就在门外 毅然决然地告诉他 你一直戒不了赌 我也不想跟你过了 说完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一眨眼公主 福贵少爷的家没了 老婆孩子也没了 他不知道回去后怎么面对父亲 可该来的总会来的 第二天一帮人到福贵家清账 徐老爷没办法只得接受 老爷子结完福贵的赌债 拿起拐杖朝福贵回去 一口气没有接上 驶在了大厅 而老母亲也大病了一场 一大家族彻底败落了 福贵用一辆木板车拉上全部家当 带着老娘狼狈地离开了徐家大院 热闹的人群 对着他指指点点 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少爷 此时却如同丧家之群 狼狈至极 可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无论怎样他都要挺下去 于是便卖了母亲的首饰 在街头捡些破烂补贴家用 过了段时间 家珍突然带着儿女回来了 他知道福贵借掉了赌博 还是愿意回来和他一起过苦日子 两人只要共同努力 就没什么见过不去的 福贵想借钱开铺子东山再起 他放弃那些怨恨去求龙二 龙二一阵嘲讽后 知道福贵皮影耍得还不错 把一套皮影送给了福贵 让他自力更生就打发走了福贵 于是福贵叫上以前的伙计春生 两人靠着皮影戏 算是过上安稳的日子 可生逢乱世之中 一切安稳都会变得不安稳 唱了没两年 他和春生被国民党拉撞盯上战场 一去就是好几年 跟家争断了联系 福贵不敢想象能不能活着回去 但还是竭尽努力地活着 不为自己也要为了家里的老母亲 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活着 他们还等着他回家 就算冬天实在冻得受不了了 福贵八十人衣服 都要熬过寒冬 很快国民党军队大溃败 只剩下他们几人还在阵地 两人商量后决定投降共军 共军优待俘虏 还发回家的路费 两人举起手来正往外走 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 满地尸还全是冻屎的伤兵 福贵几倍发凉 家里人都不知道 就那么死了 福贵 这时 身后出现一片大部队朝他们冲来 福贵和春生又变成了我军俘虏 在部队负责唱皮影戏 不久后北方全面解放 福贵拿着解放军的参加革命感谢状 被允许回家 福贵迫不及待地连夜赶回家 女儿见了他只会傻笑 老母亲已不见了踪影 而一个家都靠家珍操劳着 做家务时还背上儿子 一见到福贵 家珍委屈地掉下泪来 他告诉福贵在他失踪的这样年龄 母亲每天都盼着能见到福贵 但没挨到他回来就走了 福贵问他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回来女儿咋就养了 家珍说女儿连着发烧了七天 活着就算命大了 政府见家珍可怜 给他一个烧热水的工作 生活才勉强得以维持 一连串的打击并没有让福贵消沉 从军已经磨砺了他的意志 得知福贵回来的刘镇长 特地来找他了解情况 看福贵需要什么 还有重要的是通知福贵 参加政府公审龙二的大会 想让曾经是地主的福贵受受教育 得亏福贵给文港拉过大炮唱过戏 要不是解放军给福贵开的介绍信 他也得被拉过去挨批动 在审判上龙二不服气上缴房产 一把火烧了福贵书给他的宅子 被上面给定了嘴 要押赴刑场立即执行 随后龙二被连开签毙掉 吓得福贵直尿裤子 连忙跑回家跟家珍说这件事 当初要不是龙二暗算自己 今天使的就是自己 从家珍口中知道他们是贫困户以后 福贵的内心大定 两人找到混在衣服的革命感谢状 小心翼翼地把它敞开晒干 这个就是他们的棉石金牌 拼命好拼命好 什么都不如当老百姓 转眼到了年代 家家户户要大炼钢铁 号召人们贡献出吃饭的铁锅去炼铁 镇长负责回收上交 轮到福贵家时 连福贵的皮影上的铁丝被看上了 这铁至少可以造两颗子弹 兴许解放台湾 打到最后就差这两颗子弹 把这箱子跟皮影拆了 最后还是家蓁说留着皮影 可以给工人唱戏解闷 才让皮影幸免于难 那不解放台湾了 要解放要解放 台湾是一定要解放 凭借革命身份 福贵在炼钢厂当了工人 大家集中在一起 没日没夜的炼钢 累了就睡在大街上 闲暇之余 福贵也会给乡亲们表演皮影戏 也会和儿子有庆追逐打闹 几经周折 一家人平平安安 日子也在慢慢变好 然而 生活的磨难再一次光临了福贵 四五天没睡觉的新区长来视察时 天黑时倒车不小心撞翻了学校院墙 当场就把儿子压死了 福贵看到儿子血肉模糊的样子 忍不住崩溃大哭 他伤心欲绝悲痛万分 下葬这天 家蓁带来了儿子最爱吃的饺子 福贵老累纵横 葬礼上区长来送慰问花圈 福贵一看竟然是春生 多少年没见面的好哥们 一见面就成了冤家仇人 你就是区长 我儿子是你撞死的 我就一个儿子 春生 我就一个儿子 你知道我就一个儿子 还让你给撞死了 你开什么车 你开的什么车 他扔掉了送来的花圈 冲春生大喊你欠我家一条人命 往日的兄弟情再也回不去了 痛失爱子 可日子还要过 人终究要好好活着 转眼凤霞已经长成个大姑娘 就是因为哑了不能说 所以还没找对象 爹妈着急她的人生大事 就托人给寻一门亲事 对方是个普通工人叫二姓 人老实又本分 就是小儿麻闭腿落下了残疾 但即使这样 福贵和家珍也不嫌弃 因为他们知道女儿的状况 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人家肯娶女儿 给女儿一个安稳的家 就已经很满足了 而这时 国家进入了特殊阶段 跟随福贵半辈子的皮影 终究没保护 被大火门制一净 春生也被划分为右派分子 在长期的批斗里 春生的老婆 不堪受辱自杀了 春生也觉得活着没有什么盼头 想着自尽来一了百了 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对福贵一家的愧疚 便找到了福贵 把自己的存折给了福贵 只希望在离开人世前 得到福贵和家珍的原谅 此举让善良的家珍产生了怜悯 开门让春生进屋说话 这让春生明白家珍原谅了他 有时候人再艰难也能活下去 只需要一个信念 春生同意不始了 家珍还是怕春生想不开 对着走远的春生喊道春生 春生 你记着 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 你得好好活着 不只是春生 谁的生活不是历经多折呢 还好此时有一件喜事传来 凤霞怀孕了 福贵和家珍心中欣慰不已 心酸半生似乎终于苦尽甘来 可以竞享天伦之乐 谁知厄运再次降临了 转眼凤霞就要临盘了 可红小将们占领了医院 以前的老医生全部成了反动学术 被通通关进了牛棚 而那些红小将根本没有接生经验 在生产途中 凤霞因为大出血 驶在了手术台上 只留下了一名苦伶丁的男婴 此后的日子里 福贵和家珍仍然在努力活着 孩子也慢慢长大 每到忌日 他们都会去坟上默默地陪伴儿女 给他们送上最喜欢的饺子 回到家孩子吵着要养小鸡 福贵就做了个鸡窝 他将小鸡挪进了 尘封已久的皮影箱里 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 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 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 牛以后呢 牛以后啊 馒头就长大了 他们只希望外孙能平平安安长大 好好地活着 本片名为活着 相较于原著的冷血残忍 电影较为含蓄 也多了很多互相扶持的温情 少了几分直面现实 用死亡表现对生的渴望 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 它所代表的有些人 仅仅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 那些看似平静的笑容背后 都是紧咬牙关的灵魂 经历了无数苦难 未来或许也有看不到头的苦 但依然想好好活着